再度关切 但是本席要肯定 部长愿意承担 然后对社会公开的道歉 而且不以为耻 因为这样的承担是对的 而且本席也支持 我们不必急着 要去预设通车的日期 能够在确保安全无余的情况之下 再通车 能够在所有的测试复验 都完成没有问题的时候 再通车 我认为这个才是社会要求所需要的 这一点是不是还是在这里确认 对我们是 还是因为今天在这里委员有不同的意见 本席担心你们可能就不愿意再复验 我们一定要要求复验的一定再复验 我们一定是坚持这样的原则 同时我也在顾理跟其他的机关谈到 其他的都是会往那样的地方 未来的方向就是以五阳高架 这样的一个出糗的状况 我们有一个自我的反省 未来我们不要好大喜功 我们所有对未来预测通车 不要把它当作是宣传的行动 然后一而三一而再再而三的跳票 这样好不好 好谢谢委员 这一点本席还是在这里要鼓励一下部长 另外就是有关于横向不收费 也就是高速公路继承收费的问题 其实本席在去年的三月二十号 也就是我们这一届立法委员开始总咨询的时候 率先呢在总咨询的时候就提出 本席反对继承收费 不得已要继承收费的时候呢 就在三月二十号的时候就要求 一定要有免费里程 而且呢收费的总额不可以高于现有的总额 所以在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号 毛泽国部长当时跟陈冲院长同台 就在去年三月二十号同意了这几个原则 也就是一定会考虑不收费的免费里程 以及总额一定不会超过现在的 当时他是说两百亿 后来变成两百二十亿 这个本席接受 那么一路下来 本委员会非常多的委员 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因此横向不能收费的问题 也再度被本委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接住出来 许许多多的委员都有贡献 我们台南的委员台中的委员高雄的委员 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那本席也在九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算出十大苦主的名单 其中百分之百都是横向收费 他们是继承收费的十大苦主 部长 今天终于横向可以免收费 本席要求横向免收费 你现在用两年跟三年的试验计划 到底是两年还是三年 目前我们还没有定是两年或是三年 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说这是一个测试 我没有办法接受 本席希望它是一个定案 横向绝对不可以收费 必要的时候把它排除在国道的行列 纳入为快速道路系统 排除在国道基金运用维护的范围 这个部分部长愿不愿意朝这个方向去考量 我们可以来思考这样的 因为如果说它永远不收费的话 基本上它等于就是排除在国道基金的这个范围内 但是因为过去是国道基金投资的 所以这个主计要怎么弄 快速道路系统的维护是中央政府维护嘛 我们公路总局维护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有政府的预算可以处理 一定要维持横向不收费 所以本席要求部长在这里要答应一件事 你的两年或三年的测试 绝对不是替包商掩护 因为包商现在所有的门架都来不及架设 所以我们就引用民意横向不收费 然后给你两年到三年的缓冲期 到时候你再去架设门架 本席要求背后不可以是这种权谋 所以本席要求横向的门架一个都不能再架 我们除非就是确定了这个国道横向要收费 我们才会要他来 所以现在绝对不可以让他 因为横向收费 如果你让他架门架的话 就证明这是一个诈欺 这个部分部长同意对不对 目前是这样 接下来本席要告诉部长 从五阳高架的这个案例 本席要提醒 我们整个交通部所属太庞大 国家建设的项目太多 这个庞大的体系 部长你全面下去用一个专案 如何提升全盘效率的品质 如何提升全盘工程跟服务的品质 工程的品质 服务的品质跟提高效率 这件事情一定要专案下去处理 是 本席告诉你 你们的效率差 差到什么地步 看一下 去年二月交通部公路总局 新闻媒体大声宣称 公路客运动态资讯系统 年底会大公告成 全国八千辆公路汽车客运的资讯 纳入监控纳管 全民可以在网路系统 随时知道他的动态 去年二月的时候 宣示年底要完成 有十个月的工作时间 来 网页看一下 搜寻不到 搜寻不到 而且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你看即时搜寻系统 我们看一下即时搜寻系统 看一下网页 我要知道即时的动态很重要 这个即时动态是很简单的事情 全世界所有的飞机 现在天空有哪几架飞机在飞 飞到哪里 是哪个航班 这种资讯 你网路上APP一点 马上就给你 这种资讯没有什么困难 可是你光是要做 我们台湾地区的公车系统的动态 宣称年底要完成 有十个月的工作时间 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我还没有办法查询 来电脑网 这个我们是不是请那个我们武局长来说明 没办法查询 到现在没办法查询 来武局长回答 来你看一下啦 那个编号查询 跟委员报告 这个系统因为是必须要跟业者来相互搭配 那客运业者的这个车上机相关的这个系统的稳定度等等这些 我们目前正在加速的测试当中 你又讲错了啦 牛头不对马水啦 客运业者的部分已经上网了 全部都上网了 这个他的这个动态支援系统 客运业者那一栏现在全部上网 如果说那个不准的话 上面就全部是假资料 因为客运业者每一班车现在几分钟会到站 现在全部已经上网了 你如果现在讲客运业者有问题 那上面的资料就是假资料哦 不是那不是假资料 可是你问题在哪里 你问题在 因为这个必须要是让业者要能够认同的事情 部长来本期告诉部长 你去问IBM 你去问我们国内资讯产业那些卖软体的业者 人家心中一把尺 他们同时替民间的机关服务 我卖你软体 让你去发展你所需要的APP 我卖开发工具给你 他也卖开发工具给国营事业 他也卖开发工具给我们的政府部门 然后他卖下去开发工具以后 人家心里对于这些部门的积极度 跟这些部门的能力 跟这些部门的效率 有一个排行榜 我们公部门的排行榜 在业者被人家骂到臭头 本期今天告诉部长 你这个网页开不开是不是 对啊 来你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找 从那个路线 从编号 我们以编号找 以编号找 什么叫以编号找 什么编号 不知道 莫宰秧 什么叫编号不知道 然后里面的零资料 来我们再来用什么找 以这个 以站牌来找 我们找中山区好了 中山区我要去找站牌 零资料 你刚刚推给业者 业者的部分有资料了 业者的资料出来了 可是呢 后端 当业者已经让你整合好 业者的资料全部出来 每一家客运公司 他在每一条路线上面 现在在线上的动态资料 全部都有 可是呢 后端你们的责任呢 你们的责任包括说 整合层以站牌来找 整合层用编号来找 现在还躺在那里 问题在于哪里 问题在于你是去年二月信誓旦旦 说年底要完成啊 有十个月的工作时间给你啊 结果到现在已经十几个月了 十三个月了 一年了 这就是你们的行政效率 部长通家检讨 这一组人啊 考基要拿假等的话 去年的考基拿假等的话 你们考基真的是闭着眼睛在打的 可是他们都假等 真的没有要求啦 本席已经去跟业者做了非常深入的沟通 业者告诉我 整合厂商一个月 开发平台一个月 测试一个月 这个系统 用最笨最蠢的团队来做 最多三个月会完成 所以本席要求 业者告诉本席 一个月就可以做好 因为厂商的资料都已经整合好的时候 一个月就可以完成了 那本席呢 把它假设成我们是最笨蛋的团队 三个月 哪三个月呢 用一个月再去跟厂商沟通 再用一个月去开发你们的平台 再用一个月去测试 三个月一定要给我们交出 交出考卷来好不好 这个很难看哦 跟委员报告 这个部分事实上就是所有的业者的资讯 要纳进来管理 那他这一关还有一些资讯要再去整合 所以能力很差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十月以前 能够完整上线 目前开放的这个网页 那你为什么去年二月的时候可以预估说去年年底 结果去年年底要完成的事情到今年十月才要完成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蠢蛋的团队哦 这个很严重哦 我已经都跟业者非常详细的去问过了 他用最笨的团队的时间表就是三个月会完成 你现在还说要十个月才会完成 我说今年十月份再给我们五个月 再给你们五个月 就是三个月 就是三个月要做出来 等一下我们提案的时候好好来看 政府的效率不能这样搞 尤其你们是交通部哦 国家重大建设都在你们的身上 国家重大建设都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的效率 你们的能力 你们的品质 就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计划我们执行的这个目前的状况跟 安全跟便利 很重要的基础哦 部长 好好盯着整个团队 实在是风波太多了 无论是机场 无论是机场捷运 无论是各种像五阳高架这样的问题 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那我们以小见大 一定要好好改善好不好 好 谢谢 最后一分钟 我们观光景点要收费 部长你承诺现有优待的全部都不能够收费 要保持现有所有的优待 包括学生 包括儿童生 包括年满六十五岁以上 包括这个 所有其他的这些执政免费 一定都要保留 好不好 并且要跟地方政府配合合作 对 譬如说 本席就曾经看到 Parao Alto 他们做一个公民投票 投票什么 他们的市立公园要不要收费 结果呢 最后公民投票的结果 他们做了非常人性化的决定 外来非市民要收费 本市市民不收费 但是本市市民带来的客人也不收费 好 所以说地方政府对于这个整个如何营运他的 好 观光事业的这个部分 其实他们可以去发挥他们非常多的一个一个办法 我们会跟地方政府充分的 然后原来优惠的我们也会继续保留 好 好